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行 只有这条溪的水才够清 不像最近的你啊 你最近不是习惯了一不对劲就躲起来吗 躲什么 朱镇 我知道 你是在折磨它 你故意的 因为你宁愿它是永远让你呼来唤去的没用鬼 也不宁愿它是跟你心灵相通的晴天格格 你逃避感情 看得出来 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没没没没 没感情没感情 有爱情吗 我更看得出来 你只不过是听说朱镇受伤了 就赶得过去 又失魂又落魄的 亲眼看见宁王受伤 你也只不过是皱起眉头 你人多镇定啊 没这回事 走吧 走吧 朱镇最喜欢用这一招 一点都不肯面对现实 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啊 我跟他不一样 最起码我还有梦想 不像他 做人做到连梦想都没有 你错了 梦想是重要 可是不是唯一 梦想是要追求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是美好的过 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生活 就算让你嫁给宁王 一时无忧 飞上枝头 又怎么样 你这一辈子 心里面都会有个遗憾 这一番话 我不是以朱镇老师身份说的 而是以一个 被自己很喜欢的女人 甩掉 而又很无奈地 希望她得到幸福的 失恋男人的身份说的 属下上去王爷 实在罪该万死 你们做得非常好 属下不明白 王爷为何要舍身相救太子 我志不在取他的性命 而是要取他的心 太子一死 皇帝自然起疑心 到时候 他会对我更加的防范 我现在救了他 他现在对我非常的信任 一旦他登基当了皇上 他就会依赖我 江山之日可待 我用一件件伤 换来整个江山设计 你们说 这样不是很划算的 王爷身谋远虑 属下佩服 黄昏真是黄 斜阳真的很斜 蓝天真是蓝 白云真的很白 废话真的很废 我们可不可以说一点 人说的话 随便哦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试 老师 是 老师 是 老师 老师是只猪啊 是 我安慰你 你难我寻开心 没有啊 是你自己承认的 又不是我逼你的 笑一笑多舒服嘛 说我是猪 信不信我把你打成猪头 你敢动手 我是梅龙镇出了名的 青春无敌美少女 老中青巨男杀手 有谁不喜欢我 嗯 那也是因为 大家相处的时间不长 不了解而已 说句老套话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别那么执着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跟着凤姐又不是姐妹 大家没有必要去让啊 而且 我记得有个光头曾经说过 做人要弃而不舍地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追求的过程 就算是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只要不留下一点点遗憾 我都不会放弃的 小月 我是晴天 今天 我的梦想又踏进了一步 虽然只是区区的一小步 前面还有好漫长的路 我不是奢望得到你的认同和接受 我只是尽力去做 相信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因为 我曾经为自己喜欢的人 全心全意地做过一件事 就算是失败了 我也误会了 小姐 小姐您往派人送东西来了 好漂亮啊 一定是让小姐准备后天的中秋灯会用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让小姐在啊 一定会抢进风头的 不过 就这样子才能派得起宁王嘛 小姐 小姐 你好像没什么反应嘛 那你说 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你跟下我这样 哇 好漂亮哦 算了吧 我才不会像你那样没见过世面呢 你的事实我也不是不知道 还过什么 你该不是不想要凝王了吧 胡说 不会吧 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犹豫呢 凝王可是万中无一 是小姐心目中的夫婿人选 那简直就是上天四个小姐的 哎 要不是我跟你的小姐那么久啊 我早就把她给抢过来了 小姐 你可不要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啊 正所谓啊 千金易得 金归序难选呢 小姐 你进步了很多 黄叔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都怪我 如果你这次能打人的话 那么 你的自信心就可以回复了 大明的江山就有希望 我受这点伤 又算什么呢 我一人之力实在是有限 以后还得黄叔多加提点 现在天下大志 殿下你应付有余 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瓦剌 我记得当年瓦剌犯禁 黄叔曾多次向父皇请求领兵 只是父皇不愿 后来还跟瓦剌签了合约 黄兄也是为了黎民百姓着想 只是瓦剌人天性凶残 不守信用 这些年 我多方研究 我已经很有信心 可以将瓦剌大军一举歼灭 到时候 大明的江山就可以后顾无忧了 只可惜 只可惜 父皇不委以重任是吧 黄兄也是为了围臣的安全着想 其实 男儿本该热血溅在沙场上 为了百姓 为了大明的基业 我早就业不容辞 好 我答应黄叔 等我登基之后 一定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统帅三军 杀向我了 殿下 兵臣绝不可以轻易交给任何人 我刚才只是一时的愉快 黄叔既然可以以命相救 难道 我还要怀疑黄叔的忠诚吗 好 不愧是朱姓的皇爷 你这怎么都红了 只不过是练功过渡吧 错 它是气血逆走 经脉闭塞 五脏俱伤 非常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吧 也不是太要紧了 只要运功发点力就没事了 先帮有只蟑螂 这样算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不严重 朱若贵下大注买他书 他说赢了 卷一半出来重修金格寺 他也发财了 不严重 不严重 明天就要考试了 怎么办啊 现在别说这些废话了 快点想办法 不用了 令中注定就是这样 我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我这一辈子 注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事已至此不能退啊 下了注不能退啊 你还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那群家伙搞什么呀 就快要考试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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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天地玄三班的人呢 说好了要去帮朱正打气的嘛 我看是白费力气才对吧 会不会找错地方了 我看是找错人才对 还有一个月举行相试 恐怕他们不会来了吧 教教我怎么办吧 孔老师 到齐了吗 到齐了吗 不懂老师 你又在做什么呀 如果要我们帮朱正打气 就不要浪费唇舌了 他是不会成功的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你们这群东西 口口声声说要读书 到底知不知道读书是为什么 为考试啊 就是嘛 十年韩创 为的就是复考嘛 相识会是电视 然后肩膀提名嘛 好 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 没本经书 哪一章 哪一节 哪一节 哪一行 是教人读书 为了考试 我马上就给他十两 书中自有黄金屋 十年韩创 无人为 一致成明天下之 显讯吉祥光烈者 莫良于学矣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这一年的兴奋都没了 可是读书 是不是真的只为公民 朱正也知道 自己败多圣赏 可是他依然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他为自己 去织一个梦 不只为了自己 还为我们每一个人 去编织一个梦 人生只有一次 青春更只有一次 只有年轻人 才会有机会 有资格 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傻事 难道你们不想 几十年之后 对着你们的子子孙孙 大声地说一句 你爷爷我 曾几何时 做过一件 非常傻 可是又很有意义的事吗 给自己个机会 就傻这一次吧 朱正他不只是你们的同学 他也是你们这辈子的朋友 人生最宝贵的朋友 通常都是在自己读书的时候 在小时候的同学 他需要你们 他就等于你们 因为他就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去吧 帮他打气 为你们的青春打气 去吧 不懂老师 麻烦你不要在这说无聊的事情 没有用的 如果都政考不上武状元 你就要离开官自在书院了 你说信心一点的话行不行 你现在是不是很希望他输啊 我总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怎么做老师的 老师就是要把学生教好 这样才是老师嘛 副院士 他 好 现在我来宣布 明天下午下课之后 谁都不准走 大家一起在这里补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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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谢谢 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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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长